今天天气可真好 我要去森林玩一玩咯 小土豆 你还是不要去森林了 要是碰见僵尸了 你可就成土豆干了 我才不会碰见僵尸的 那你得注意安全咯 快闷的时候呀 别跑太远 到时候我们可就找不到你 好好知道了 我就先出去玩咯 灯灵的空气可真新鲜 真舒服 这里还有一棵大树 这大树下面可真凉快 哎呀好舒服呀 好舒服呀 老大让我来森林里面 转悠转悠 看看有没有植物 这大夏天的哪个植物出来玩呀 哎呀那一棵大树走过去看看 哇这这里怎么一棵小土豆呀 哎呀他好像睡着了 哈哈今天无论区也太好了吧 我呀要把他给抓回去 老大呀一定会表扬我的 嘿嘿想想都开心 小朋友们 你们可千万不能点个小树心哦 哎呀哎呀 我要赶紧回家告诉我的大树 把他给抓起来 来来来来来来 卖烤肠了 买鸡蛋了 买鱼了 快来买呀快来买呀 有没有卖糖果的啦 赶快来买哦 各种各样的糖果都有哦 快来买呀 来买香肠 来买玉米咯 可好吃了 哎哎你能不能上那边去哈呀 别影响我做生意行吗 我做我的生意 你做你的生意 咱俩碍着谁事了呀 我才不管你呢 快来买烤肠了 快来买鸡蛋了 快来买了 快来买 哼叫你会吆喝吗 卖糖果嘞 买糖果嘞 快来买好吃的糖果咯 各种各样的都有咯 我要去那边买糖果去咯 哎这位公主 这位公主 千万不要去那边买糖果呀 她的糖果全都过期了 吃了会拉肚子的 啊这样吗 那我就不买了 哎我看你这烤肠不错呀 我要去买糖果咯 哎哪吒哪吒 你可别去那边买糖果 它的糖果呀 全都过期了 你千万不要去买哦 真的吗 那我就不要了 哇你这烤肠看就好好吃呀 哎不对呀 我在这又要喝半天了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难道是一个僵尸在搞鬼吗 要是是的话 你们就发送小红星告诉了吧 好好好 豌豆瘦熟 这次你跑不掉了吧 快点把你的儿子叫出来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哼我是不会向你们投降的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妈咪妈咪变你 哈哈我把你变成卡片 看这下谁还能阻止我去抓小豌豆 只要抓到小豌豆 童话王国就是我们僵尸的天下了 走了 我要去抓小豌豆了 爸爸爸爸 僵尸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是不会让他们抓到我的 小豌豆你快走 僵尸现在还没走远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 你赶快去找花仙子姐姐帮忙 她有办法把我变回来 好爸爸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找 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被僵尸给抓到了 爸爸爸爸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也会拯救童话王国的 花仙子姐姐 你能救救我的爸爸吗 我爸爸被僵尸变成了卡片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啊快带我去救你的爸爸 爸爸爸爸 我把花仙子姐姐找来了 花仙子姐姐 你快救救我的爸爸吧 小豌豆别着急 我现在就用魔法把你的爸爸变回来 妈咪妈咪变 啊我的爸爸变回来了 他这样就可以继续保护小朋友们了 哈哈你们上当了吧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好长时间了 这下终于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了 妈咪妈咪变 哈哈这下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僵尸大军了 啊不好花仙子姐姐也被封印了 这可怎么办呀 小豌豆别着急 现在只有手机前的小朋友们能救我们了 只要他们发送小红星 我们就可以被解救出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救救我们呀 二弟二弟 大哥要去早点吃的 你在家好好待着 别出门哦 好的好的 大哥大哥你放心吧 哎呀这外面有啥好吃的呀 哎这路上怎么有个大香肠呀 嘿嘿既然没人 那我可就拿回家咯 哎僵尸僵尸 这是我哪沙刚刚掉在地上的 你还给我 哼我才不会还给你呢 我要全都把他们吃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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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走喽走喽 快跑快跑 这个僵尸太可恶了 吃了我的烤肠 哎呀刚刚烤肠可吃得真棒呀 嘿那那那前面怎么有那么多奥特曼呀 哎呀快是小声一点吧 悄悄的过去 要是被他们抓住了 我可就完蛋了 大哥大哥 你又没找到好吃的呀 你咋做了半天还没找到呢 哎呀二弟 你小声一点啊 咋的了大哥 这外面为什么不能这么大声讲话呀 你是不是瞎呀 因为看见他们有奥特曼呀 哎呀嗯嗯嗯 那边怎么这么多奥特曼呀 大哥 现在咋怎么办呀 哎只要你小声一点 咱们悄悄的走过去 他们是不会发现的 哦哦哦 好好的好的 我听你的听你的 哎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要从这里离开 你们就全都没有看见我们 你那可不能放这小步行 告诉奥特曼 我们要路过这里 要不然就被他们抓走了 不好了不好了 僵尸来了僵尸来了 不用害怕不用害怕 让你们看看 我弯头射手的厉害 还有我还有我呢 我冰腕豆呀 也来瞄准发射 你看我也打中了 是不是很厉害呢 还有我呢 我玉米呀 也很厉害哟 你们这些将是敢欺负我们家生日葵 让你们尝尝我的炮弹的厉害 瞄准发射 哎呀打偏了打偏了 不着急不着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按上我的玉米 发射 哎呀怎么还是没打中呀 没事没事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玉米炮 瞄准发射 哈哈成功打倒 哎呦哎呦 太可怕了 这些植物的威力 怎么这么猛呀 我们四个都打不过 那是当然了 我们是谁呀 我们可是植物啊 哼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谁再来欺负我们家植物庄园 任何一个植物 哼 那就别管我们不客气了 你们这些僵尸太可恶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们放不放了这群僵尸呢 要是放了 就发送666 要是不放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 告诉我吧 老大老大 这次你给我的任务 我可没让你失望哦 我找一个童话王国的公主哟 哈哈 兄弟兄弟 这下你干的事 真是太让我满意了 来 让我看看是哪位公主呀 诶 你 你 你怎么 贝儿公主给抓来了呀 啊 大哥 抓一位公主 还需要看谁吗 你这个笨蛋呀 你知不知道 贝儿公主可是王后的心头肉呀 你把她给抓来了 王后一下子知道了 咱们可知不了 兜着走了 啊 这 这 这可怎么办呀 还能咋办呀 赶紧好吃好好的伺候着呗 伺候着伺候着 伺候着 那个贝儿公主 这些呀 都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糖果 还有啊 好吃的 你快吃了吧 可好吃了呢 哈哈 这么的好吃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咪咪咪咪咪咪 嗯 好吃 咪咪咪咪咪 真好吃 真好吃 咪咪咪咪咪咪 诶 吃的好饱呀 你们两个怪兽 赶紧放了我女儿 诶 王后 你别着急 我们没有抓公主 母后母后 他们真的没有抓我 还给我吃了好多好吃的呢 诶 看你没受伤 那就算了吧 咱们赶紧回家去 哎呀 吓死我了 以后呀 红花王过的人 他们一别抓了 你们现在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告诉王后 我们想抓他哦 要不然 王后肯定让我们吃不了 兜的狗 看我的黑爱魔法 变 哈哈 中了我的黑魔法 以后植物卫士们 就会听我的话了 哈哈 我真是太厉害了 哇 好多棒棒糖 我好喜欢呀 爸爸爸爸 这是你给我们买的零食吗 你们两个别想太多了 这是我给小僵士买的 小僵士快过来 我要送你两个能量丸 有了这两个能量丸 就没有人能打过你 如果有人欺负你 你就用这个能量丸 打他们 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 豌豆爸爸 小豌豆 你们两个赶快去给我做饭 你们没有看到 小僵士都快饿坏了吗 如果你们不好饿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哈哈 我的魔法可真厉害 植物卫士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植物卫士爸爸 让他们先做饭 我们还是出去玩玩吧 好 你想去哪里呀 我带你去 可可可可 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豌豆爸爸怎么不认识我们了 这我也不知道呀 咻 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你们的爸爸被僵士施了魔法 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我现在的能量不够 不能帮助你们 只要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发送小红星 才能帮助你们的爸爸解除黑魔法 啊 真的吗 小朋友们 拜托你们赶快发送小红星 帮我的爸爸解除魔法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 前面那个不是怪兽吗 嘿嘿 他们今天在森林睡觉呢 这些怪兽 老是欺负我们这些僵士 今天我要报仇 哎 这里有这么的糖果 看上去很好吃 这些糖果肯定是从小朋友那儿抢来的 我把它给拿走 这样他们吃不到糖果 肯定该着急咯 拿走了拿走咯 这样奥特曼就把他们给封了起来 他们就不会出去伤害那些小朋友了 我要把这些糖果给拿走咯 哎呦 去床了 哎呀 我也去床了 还有呢 还有我呢 哎 我们糖果去哪了呀 怎么不见了呀 对呀对呀 谁拿着我们糖果呀 你们这些怪兽居然躲在这儿 奥特曼怎么在这儿呀 你们经常欺负小朋友 恰好我们今天在这儿遇到了你们 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瞄准发射 哎呦 这 是谁拿着我们糖果 还通知奥特曼 不要是被我知道了 我可饶不了它 哎呦 怪兽们呀 你们现在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你们现在的问题呀 哼 我呀 就是要把你们封印起来 让你们永远都别出来干坏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儿子儿子 你快来呀 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画板 只要你在画板上画什么 它就能变出什么 真的吗爸爸 那我就来试试吧 我现在在画板上画个七彩的花朵 我先画一个圆 再画七个花瓣 好了 花瓣画好了 然后我再涂上七种不同的颜色 好了 七色花画好了 爸爸 我的七色花画好了 你帮我把它变出来吧 啊 儿子 爸爸不会变呀 爸爸 你是不是骗我呀 你不是说只要我画上什么 就能变出什么来吗 儿子 我没有骗你 儿子 你不要着急 我赏一下 嗯 哦 有了儿子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小布罗 听说你很聪明 只要你把画上的七彩花给我变出来 我就放了你 好 我先来看看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怪兽你可要说话算数 只要我把这七色花变出来 你就放了我 好了 别废话 赶快变 我给这七色花一个小红星 玛丽玛丽红变 啊 这个七色花变出来了 怪兽 我把七彩花变出来了 你是不是放了我呀 呵呵 小布罗 你这么聪明 就留在这里陪我的儿子玩吧 怪兽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呀 你不是说只要我变出来 你就放了我吗 哼 想走没门 你就在这里陪我儿子吧 哎呀 这个怪兽说话不算数 这个怎么办呀 咦 有了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动小红星帮我隐身呀 我隐身后就可以逃走了 谢谢小朋友们 妈妈妈妈 你怎么把我封印起来了呀 赶你放我出去呀 哈哈 我不是你妈妈 你怎么会不是我妈妈呢 哈哈 小白雪 你看看 我可不是你妈妈哦 我是小僵尸呀 魔法魔法变 小僵尸 你把我抓起来干什么呀 赶你放了我呀 白雪 你是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 你要把这道题给我做完 你要是做完了呀 我就把你放了 小僵尸 老师是不允许帮助别人写作业的 那你就不写吧 你来说 我来写 你告诉我答案就可以了 那不过 小僵尸 你要说话算话哦 只要告诉你答案 你就把我放了 没问题没问题 那好吧 加五等于十 三加三等于六 七加七等于十四 二加六等于八 白雪白雪 你说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如果白雪的成绩这么好 肯定是正确的呀 你要是不信的话 会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白雪跟我说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赶紧评论告诉我吧 买糖果嘞 买糖果嘞 好吃的糖果快来买呀 兔小姐兔小姐 我要一根小鸭形状的棒棒糖 好好好 佩奇 给糖果给你 哈哈 回家吃糖 去咯 爸爸爸爸 我也要吃糖 我也要吃 哎呀 小僵尸 咱俩可不能吃糖了 你看 咱们的牙齿都成这样了 再吃糖 可就没牙齿了 不嘛爸爸 我要吃糖 你给我买一个吧 我保证 我是最后一次吃棒棒糖 小僵尸 你不能吃了 你要是再吃点糖啊 你满嘴的牙齿 可就掉美了 可是 我好想吃那个糖果呀 小僵尸 你要知道 你吃完糖果 你的牙齿会痛 痛的话 你的牙齿就会掉 要是掉的话 你就没有牙齿 可多难看呀 那 那我就不吃糖果了 哎呀 这才是我们家小僵尸 真乖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要记住哦 糖果牙不能多吃 不然牙齿会长猪牙的 奥特曼哥哥 你一个人在这玩呢 对呀对呀 小僵尸 你也出来玩呀 对呀 我也出来玩 哎 奥特曼哥哥 你的自行车不错呀 让我玩一玩呗 可以呀 不过 你要把你的滑板车 给我玩一玩 没问题 你先把你的自行车给我吧 给你给你 哎呀 这下又有自行车 又有滑板车玩了 真是太棒了 哎 小僵尸 你咋不把你的滑板车 给我玩呢 我的玩具怎么让你玩呢 小僵尸 你说话不算数 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你玩了 你赶快把自行车还给我 自行车是我的 哎 这是怎么回事呀 居然僵尸说说 刚刚我和小僵尸 交换车玩 可是小僵尸 不把他的滑板车给我玩 你看我的自行车 都给他玩了 他不给我玩 小僵尸呀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为什么不和奥特曼交换呢 我 我想两个一起玩 小僵尸 你可不能这么自私 知道了吗 这个自行车呀 是别人的 不能占为己有 嗯 爸爸 我错了 奥特曼哥哥 我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 希望你原谅我 小朋友们 僵尸知错能改 你们觉得我该不该原谅他呢 要是觉得原谅的话 就发送666 要是不原谅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 这里有好多子弹呀 兄弟 快来 天哪 你看 寒冰射手 我们发财了 这里面的弹可多了 以后打僵尸 再也不曾没有子弹了 哎呀哎 植物卫视 这不是你们的子弹 这是我们的玩具 哦 原来是佩奇你们呀 那可以给我们当作子弹用吗 可以可以 老大 快看 这里有两只小猪 哈哈哈哈 这两只小猪 不错不错 哎呀 救命呀 救命呀 佩奇 瞧着 你们别怕 快躲到我们后面 我们来保护你们 哈哈 就你们两个植物 是来搞笑的吗 连个子弹都没有 看你们怎么打我们 谁说我们没有子弹呢 兄弟 赶快把弹装上 哈哈 让你尝尝我寒冰射手的厉害 哈哈 根本就不成 寒冰射手 让开 让我来 看我的 哎呀 头好晕呀 哎呀 求你们别打 别打植物卫视 老大 我们快走吧 谢谢你们植物卫视 小朋友们 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把我们谢谢植物卫视呀 哎呀 老大把我关了起来 说我一天就知道吃 不出去找小朋友 就把我关了起来 让我反思反思 哎呀 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哈哈 你这个笨蛋 怎么被关起来了呀 你怎么来了呀 就来看我的笑话吗 现在你已经看到了 赶快走吧 对呀 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 谁让你那么笨 不出去找小朋友 我看到些小朋友 在门玩得多开心呀 我才不愿意去抓他们的 这样我可就太坏了 哎呀呀 不说了不说了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呀 你看泡泡糖 糖果 还有巧克力 快吃吧快吃吧 肯定你也饿坏了 哎呀兄弟 你这也太好了吧 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才不是故意给你带的呢 我呀是 是买太多了 吃不完 哎呀 不管怎么样 还是得谢谢你 听不见的小朋友们 我这个兄弟呀 其实也不坏哦 他其实也是个好僵尸 我我我 我才不是好僵尸 我是坏僵尸 有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的这个僵尸 是不是好人呢 若是觉得他是好人的话 送一个小红星吧 拜拜 拜拜